谢谢主席 那我是不是可以先请我们经济部 我们劳动部长很急 很想上台就对 好 我很好 市长因为大家其实对口罩的议题也都蛮关心的 尤其是口罩的产量 大家都觉得说好像现在已经日产要到千万片了 那实际上药局所派发的口罩 目前算起来其实都还有很多的剩余量 所以大家一直都在问说 每天生产这么多的口罩到底跑去哪里 那我们也一直在追踪说 除了药局之外 其他的分配包括第一线的人员等等所需 到底我们如何知道说 每天产量的口罩最后跑到哪里 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以统筹的把这些口罩的产量 每天所生产到底如何分配 能够让民众更清楚一目了然 来避免争议跟疑虑 因为其实现在外界很多质疑说 口罩生产之后每天所累积的黑数到现在 至少有一亿片到两亿片 可是大家都不知道说其实是有需要分配到哪些地方 那就这个部分 其实经济部一直没有办法说清楚 那请问一下说目前统筹分配的窗口 是市长您这边吗 我们在统筹是其实是由那个指挥中心物资组 那我确实是担任物资组的组长 那这些口罩其实不是黑数 我们其实在指挥中心每个一个礼拜有两次会议 我们其实都会报告整个口罩的情形 因为一般民众只听到说我们每天都产1200万片 现在开始提升了 可是为什么大家还是要排队 为什么还是买不到口罩等等的疑虑 其实都会对政府其实是一个蛮大的打击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能够公开透明 把每天的口罩的产量到底跑去哪里 那联合报2日14号曾经对于口罩分配 有进行一个表格 大概去分析 那未来我们是不是能够用这样表格的方式 让大家更清楚 否则大家其实疑虑说 到底口罩生产之后 扣掉药局实际上所拿掉的每天大概400多万片 剩下的口罩到底跑到哪里去了 没有问题 那其实我们这个口罩第一优先 其实是那个医疗院所 所以最快什么时候可以把这样每日产能如何分配 让一般民众可以知道 我们可以来把这个东西在指挥中心这边 如果确认我们就把它放到往上去 希望能够在一个礼拜内 能够把类似这样子的一个分配状况跟产能 让一般民众清楚 那也可以把资料提供给我们来了解 那另外口罩3.0也是大家很关心的 因为现在其实这个网路预购实际上的状况不如预期 那当然有很多的原因 大家也希望说我就算一次预购 我也可以帮家里的人一次能够买期 这个部分到底什么时候会上路 我们家人一起买这个部分 其实你上网你把家人一起本来就可以 没有限制说你一个人只可能上网一次 你本来就可以一起 那我在猜这个讲的是说 我只要家人付一个7块钱 不要5个人就 但是其实这个会造成物流方面的一个非常复杂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其实还比较谨慎 我们先看前两轮 我们都是滚动式在检讨 那两个礼拜两个礼拜会来检讨 因为现在有透露说会有3.0 就是包括我刚刚所说这个会在一并上路 那大家也很期待能够赶快上路 所以希望这个部分的规划也能够尽数 各种方案我们其实都会讨论 那我们请劳动部部长谢谢 部长其实大家都很关心劳工的权 因为我们也知道这一波的疫情 其实受害最大绝对是劳工 那无薪假的人数绝对远远比 现在数字上所看到的还要更多 尤其是无薪假没有通报的黑数 劳动部有预估说大概多少吗 以您现在所估计的无薪假的人数 大概是3000多人到4000多人 可是实际上到底有多少劳工 在这段期间是无薪假但是没有通报的 你没有预估吗 我们其实因为主要通报它并没有强制 那我们就是目前每天就是从地方政府那边 我们请他每天通报过来 到昨天为止是164家实施减半休息 那那个人数大概4808人 那当然我在想可能不止这些 可能是这个数字的100倍 可能是更多 而现在因为通报没有违法也没有罚者 不通报的状况之下 其实是多数的 所以我们建议说这个无薪假的议题 劳动部应该要正式 如果说在劳动部现在的要求之下 要没有签协议书或是没有拿到基本工资的状况之下 才符合请领资格 对劳工来讲是二度伤害 所以我们建议说无薪假的部分呢 绝对必须要法治化 雇主如果实施无薪假前夜 也应该要先减少公司负责人 董事监察人总经理 高阶经理人的福利分红 像最近有一些企业雄师精华 都有来带头来做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示范 企业应该要朝这个来努力 那无薪假也应该不要超过三个月 甚至呢雇主未来如果实施无薪假 应该要通报有这个义务跟责任 而且如果没有通报应该要有罚则 才能避免现在无薪假 事实上有100倍之类的黑数 但是实际上并没有通报的这样的状况 所以我们也希望劳动部朝法治化来研议 可以吗 谢谢可以 好 谢谢 那另外呢 不好意思还有时间吗主席 另外那个外送平台的部分 当然外送员的权益 我们也非常的关心 所以我们认为说 现在的作业安全卫生指引3.0 确实在防疫措施上是不足的 那甚至外送员要自备防疫物资的这个部分 现在也有答应说要提供他们口罩 那未来我们也希望说 外送员的这个自治条例 因为台北市已经有这样相关的这个条例出来 中央不应该慢半拍 应该要站在外送员权益的部分 给予最大的保障 那目前虽然看出来说 是会提供给他们保险 但是实际上呢 有提供老保或是家保的人数 远远不足不到0.03% 如果以外送员人数有45,000多人来讲 我们所拿到的这个职业工会投保人数只有463人 那这个投保的比例是非常非常的低 所以就这个部分我们也希望劳动部能够正视说 现在是一个零工经济斜杠世代的来临 不一定这些所谓的约聘或者是现在的新的经济形态 不一定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劳保 所以未来我们如何能够去保障这些劳工的权益 能够有新形态弹性的一些劳基法的修正来保障他们 这个也是劳动部现在必须要努力的方向 是 报告委员 我们其实现在针对有就是有雇佣关系的外送员 那么他现在依照我们的职安卫的设施规则 以及我们的职安法都有保障 现在有一块不足的就是非承染的关系这边 那这边就是我准备要修执安法 修执安法来征修对非雇佣关系的像承染的外送员 那对他在职业安全上有保障 所以这边我们正在努力 因为在召集相关的平台业者 还有各专家学者 那再做一些法事的研究 谢谢部长 因为这个斜杠世代确实这个零工经济 是我们必须要振兴新的这个弹性经济的来临 我们劳基法也必须与时俱进的去修改 那也希望部长能够尽快提出大概多久可以提出来 报告委员 我们现在在进行法制作业 那因为先因为这个要修法我也希望说它更周全一点 所以包括说现在零工经济 所以预计您大概多久可以 我可能这最近 先把 各发意见 对 我们尽快了好不好 你有定个目标吗 我当然是希望看这会期能够完成 好不好 好谢谢 谢谢 好 谢谢各位 谢谢部长 接下来请吴亦群委员来做咨询 那我给你 我要做咨询 我开心